傳統的秋水因為說空水大相對愛情長的回合紀律 在這裡普遍又留下了一條長短的肉 不過秋水的技術進步現在微創手術 可以透過人體自連康來做到處理 就是完全肚子沒有任何傷口 那病人就會說那怎麼那麼神奇 那你要從哪裡開 其實女生啊因為我是婦產科 女生她就是從陰道做 所以她是一個人體自然本來就有的孔洞 所以我們才叫她自然孔的浮腔劑 另外今天病醫有三科衛軍會疑心標示說 單孔跟自然孔的微創手術 現在運用於復刻相關出色 不過就是之前愛賓國病人的本身條件是不是適合 大部分的復刻問題都可以處理 包含像是大家常見的肌瘤腺瘤 不管你今天是要只拿腫瘤只拿肌瘤 或是說你要沾子宮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像剛剛講的我們最大開到20公分 那卵巢瘤是十幾公分都照拿不誤 那另外就是這種我剛剛說到的卵巢腫瘤 像大家聽到水瘤啊 雞苔瘤啊巧克力囊腫 沒有問題都可以 那子宮外孕喔 包含像急救 因為子宮外孕破掉就會大出血 會休克 然後我們急救一樣單孔 是沒有問題 利用條林鐵天然的空來 進行到手術沒有最靠到這個白的問題 而且回合機也比較快 支費料也相對較少 手術只要負擔到部分支費的氣喊 你剛剛問到自費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 呃 單孔跟自然孔 他一定會自費到一個東西 就是剛剛說到的場口升開期 哦 對這個東西是自費的 那價格呢 就是大概在 從幾千塊到幾萬塊不等 就看你的選擇 嗯 這次就完議第一次 新節目到底來聽說 禮拜是晚上 這點報在南天電視台 第四邊就來報出 這禮拜要有請到 你們的 今以便會有三顆 衛軍會一千 分享到單孔 跟自然孔的秋水郵寫 歡迎鄉親按時收看